飛彈劃破天際 爆炸燃起火光 在海恩中格外刺眼 伊朗無預警空襲以色列 發射近200枚飛彈 雙方氣氛瞬間劍拔弩張 同個時間美國也公布9月BMI數字 低於市場預期的47.6 只有47.2 等於連續第六個月 低於50隆枯警戒線 中東緊張局勢 點燃投資人避險情緒 再加上PMI連六個月萎縮 衝擊美股 美股四大指數全面收黑 始終以科技股為主的廢城半導體 更是重挫 畢竟3% 就連台積電ADR也少跌0.92% PMI指數昨天反映完之後 如果沒有再更進一步的壞消息 經濟面的壞消息的話 美股是有機會在明天後天 進行一個指紋往上來反彈的動作 美股一片慘綠 不過好在台股遇上颱風天 2號宣布修飾 但就怕開始後 8月台股崩跌千點的慘況 再度重演 我們預計台風修飾完畢之後 虧覆開始 當然會先反映一下 這昨天晚上美股的情況 但反映完畢之後 我們認為 這邊來講的話 月線附近是會有手的 我覺得拉回是好的布局點 因為基本面都相當的好這樣子 不用擔心市場波動 反而跌下來才買得到 國泰投信董事長張錫 向外界信心喊話 要股民不用怕 基本面不變之下 月跌反而是更好的買點 三星而終於日 劉富慈綜合報導